我們來看一下301B的一個解題方式 一樣開啟一個新的零件檔 然後呢我們一樣先去做一個草圖 選擇的是前基準面 然後我會加一條中心垂直的建構線 然後我會開始畫它的外型 這個外型呢上去差不多是38左右 好不要插太多 然後往右斜斜的下來 然後呢垂直的下來 再往右往下 我們會做出一個類似像這樣的一個形狀 接下來呢稍微給它標注一下尺寸 然後選這一段最長的是45 然後呢最短的這一段是12 然後呢最高的這一段38 就是18 然後呢還有這一段的間距長度是4 還有這一段的長度是16 還有從底下到這一段的高度是18 好接下來呢我們繼續去做它的這一段 好接下來呢我們繼續去做它的這一段 這一段呢它要的是30 要看上面的這個仕圖 還有一個小的這一段 還有一個小的這一段呢是24 這一段 24 然後呢還有的是這一段是20 還有我們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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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我們可以把這個圖形給做好 好做好以後 對它做一個 宣傳的特徵 這個部分我們可以做好 做好之後 開始有一些圓角的部分 我們可以導著就先導一下 譬如說這一段是R3 R10 然後R10是哪裡 R10是這一段 還有呢 再做個導圓角 還有R3 R3是這一段 再補個導圓角 再補個導圓角 在底下有一個 R2的導圓角 R2的導圓角 然後呢這個區域的部分呢它是一個R2 R2的圓角 我們也可以做個導圓角 我們也可以做個導圓角 選擇它 上下兩個 可以做出我們要的一個導圓角的部分 那導圓角之後 然後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還需要做一個挖孔的處理 它有一個直徑4 我們可以在這個地方 畫一個圓 直徑4 這個圓 這個圓呢 最後是要去生長除料 基本上我們給它整個貫穿就可以了 好 再來 我們可以炒圖 選擇我們的 右基準面 在右基準面的這個位置 我可以去畫一個矩形 從邊的地方做一個矩形 讓它能夠 在這條線上 在這條線上 然後呢 我們要做一條 做一個標柱 這個標柱從圓點 到這條線的間距 給它使 好 做好了以後 穿過這個灰色的實體部分 然後呢 我們就可以對它做一個 像 生長除料 兩邊貫穿 可以消除這一塊 然後呢 拿這一塊 對它去做一個鏡像 鏡像 鏡像的面 我們會選的是前基準面 就直接進射過來 接下來呢 接下來呢 我們要來做一下 在前基準面上面 裡面的凹槽的部分 從這個地方 我們可以去拉一條直線 然後呢 我們可以去 對它做一個位移 這一段的位移 我們要給它的距離是3 好 這時候 這條線可以做好 有了這條線以後 其他的尺寸 基本上都是照這個圓弧 所建立出來的 好 再繼續 這條線的長度 我們假設是給它的是25 25 好 25 然後呢 我們會去拉一條直線 這條直線是一個7的直線 直徑是4 7的一個直線 這樣子 這樣子我們可以直接的 拉到下面的這一段 會直接拉到下面這一段 跟它剛好會接在一起 這個點的部分的位置 就會是4 就會是7 然後呢 這一段的位置呢 就會是39 39的一半 OK 都根據這條線 這個圓弧做出來之後 一切就可以完成 然後呢 我們會加一條 我們會加一條 中心線 出來 好 右邊的圓弧做出來 這條中心線 以後 我們就對它做一個 旋轉 除料 這個部分 我們就可以挖完了 OK 好 做好了以後 繼續 炒圖 選擇我們的 前基準面 前基準面 這時候 我們要畫 一條 中心建構線 垂直 五線長 放在圓點上 這時候我們要做兩個圓 這兩個圓呢 並沒有相同圓心 要稍微注意一下 這兩個圓的直徑 分別是80 分別是65 好 然後呢 我們把圓心的位置 稍微來 確定一下 從最底下 兩個圓心之間的 間距 是3mm 再來呢 下面這個圓的圓心 距離最底下 的間距 會是 60 好 這就是 80的這個圓的圓心 好 會距離我們60 在這個位置 80的圓心 在這個位置 好 好 那做好了以後 這一塊造型 我們會對它做一個 生長 兩邊對稱 然後呢 厚度呢 會給它的是 6 這個部分 我們可以完成 接下來 我們可以再去對它做一個 草圖 這個圓心 這一次一樣 選的是 前世圖 我們要把上面的這個部分做好 一樣 加一個 中心 無線長的 建構線 然後呢 這個時候 我會在這邊 我會畫一個 矩形 我們把矩形的 位置 大小 稍微定一下 這一段是 16 再來呢 這一段的長度 是 10 然後呢 這一條線 距離最低一點 距離最低一點 是 102 這一個2D的部分 我們可以完成 完成 完成好了以後 就直接 對它做一個 旋轉 長肉 這一塊我們可以加進去 之後 再對它做一個 生長除料 選這個面 加一個 圓進去 直徑的 10 好 完成之後呢 就直接讓它 到下一個面 停下來 挖洞 這個區塊 我們就可以完成 再包含 裡面的區域 我們也已經完成 好 好 剛剛發現了一個問題 我們剛才挖洞的時機太早了 在旋轉 除料的這一塊 太早做了 我們要把它拉到 圓的 圓的 下面 這樣怎麼看過去的時候 這一塊才不會被 這一塊才會直接被消掉 OK 順序要注意 它先做 之後才是去挖掉 裡面的部分才會徹底的挖掉 這點要注意 好 接下來呢 對它做一下導圓角 沒有標示的圓角均為R1 好 假設呢 標一個1的導圓角 首先呢 我們會看到圖面上的 這一段 它會有一個R1的導圓角 再來呢 還有就是上面的這一段 也會有一個1的導圓角 這一塊的貫穿 這一塊的貫穿 調整一下 它必須要更低一點 它才能夠完全的貫穿過來 好 這個順序的部分要稍微注意一下 做法都對 就是呢 一些調整的順序 要思考一下 好 再來 再去對它做一個導圓角 這個圓角剛才還沒有做完 我們可以再補 它的內部 這個地方還是有一個R1的圓角 接下來其他的 我們也會再繼續做一個導圓角 在圖面上呢 我們會看到這一端有導圓角 會看到這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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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有導圓角 然後呢 繼續 圓角的時候 點選這個地方的時候 選擇我們 手動旁邊的這個自動的一個效果 它可以讓你們去選 它可以讓我們去選一些更多的選項 來看一下 點開它以後 從這邊可以去選 有各種不同的做法 好 我們可以選擇的是 四個邊 八個邊 全部對它做一個導圓角 後續的 我們覺得不妥當的地方 我們事後再補 再補這一段的圓角 然後呢 我再去補這一塊的圓角 從圖面上 感覺起來 就只有這些地方 有需要做到導圓角 OK 這樣子我們這個題目呢 也就算完成了